这两年千万不要再乱花钱 现在赚钱越来越难 省这点花 人只有在最穷的时候 才会对省钱有概念 钱永远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 不该买的就不要买的 尤其是这九个浪费钱的行为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在你没钱的时候 绝对不应该浪费钱在这九件事上 有的人为了几毛钱的优惠 和菜饭只讨价还价半天 而年轻人往往不会因为一点银头小利 去与卖家纠缠过久 如果价钱符合心理预期 他们就果断买下 若认定定价过高 则会离开 年轻人往往脸皮比较薄 越来越色恐 不愿意陷入尴尬的情景中 人普遍都是害怕被拒绝的 当对方没有答应自己的提议之后 也会感到十分尴尬 但是不讲价的话 你就要叫脸皮碎了 在外面买东西 该砍价的时候必须得砍 尤其是那种老板自己开的店 他敢漫天要价 你为何不敢砍价 更何况 你动动嘴皮子就能省出几百几千的 尤其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 比如买二手车 二手房 你讲下价 有可能直接能省出几万块钱 拿着这靠本事省下来的钱 拿去旅行不香吗 会砍价是来钱最快的手段 还价靠的不是技巧 而是不要脸 在旅游景区 卖家敢说三百 我就敢问三十卖不卖 他肯定会骂我 骂我是好事 就把他犹豫一下说 好的 我就会后悔了 为什么不敢还到五块 砍价时 千万不要问能不能便宜点 完了 你问完之后 听到答案一定是不能 你这不就尴尬了吗 砍价流程就分为五步 一 问最低多少钱呢 先逼对方让步 你才能把握砍价的主动权 二 跳毛病 三 表诚意 四 画大饼 承诺回头课 五 假装不要了 但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讨价还价 俗话说 人对货九毛九 人对人一块一 比如你去买衣服 老板报价这件衣服一块钱 你跟他还价 最后九毛成交 那么你确确实实的省了钱了 但如果你去洗头 标价一块 你非给九毛 那他的服务可能就改变了 洗得没有那么尽心了 这样一来 你其实并没有省到钱 反而可能是损失的 相反他标价一块 你不还价 甚至多给他一点 给他一块一 或者你没有多给钱 但是你对他的态度好一点 也许他就会提供价值两块钱的服务 所以 当你购买的是可量化的东西时 你可以尽量压价 但当你购买的是无法量化的服务时 就不要总想着占便宜了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方便 每日三餐都选择外卖或者是在饭店吃 其实 自己买菜做饭 是比在外面吃省钱的多 在家做饭就一个材料成本 而外面的餐馆不止材料成本 还有人工费用 房租 做生意还得小赚一点 这一算下来 老板当然得从我们身上捞一笔啊 一般情况下自己买菜做饭 基本会比在外面吃饭节省60%左右 不过菜品的味道可能不如外边的好吃 但却肯定更健康 饭店主要卖服务和环境 我们可以什么也不用干 吃完付费后插嘴走人 家里需要洗菜 制作 事后还要刷盘子 洗碗 外面吃饭用了饭店的场地和服务 自然菜品里要有这些费用 最近媒体发出一条新闻 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每周在外多吃一餐饭 换上前期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提高6% 而且年龄越大 这种在外吃饭带来的危险也会越大 实际上 研究也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外食多的人 平均来说 确实病更多 命更短 过去几十年以来 不论是躺食 外卖 还是现成的包装食品 分量都越做越大 偷偷让你多吃30% 2018年 美国心脏学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 从1993年到2013年的20年间 一人份牧羊人派的大小翻倍 增长了98% 单份大蒜面包增长了30% 你点餐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眼睛大 肚子小 收到的到多数外卖 一个人很难吃完一整份 特别是米饭总会浪费 经常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吃撑了 研究评估表明 将食物分量增加一倍 会导致吃掉的东西平均增加35% 就算吃东西的人不是特别饿 或是食物不是自己喜欢的 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这就是整个餐饮业静悄悄让你多花钱的原因 让你越吃越多 食量变大 你点菜越多 才能赚更多 会员福利再升级 我们添加了更多不同系列的影片 全都专属于频道会员 早加入频道会员 就能比其他人早学习 现在马上点击加入吧 你有过被自动续费的经历吗? 一开始只是想体验一下短期会员的待遇 却没想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后 收费再也没停下来 即使卸载了APP 自动续费也不会关闭 新闻评论指出 被自动续费时不少人掉进消费陷阱 用户若不同意就不能继续 更是一种强买强卖 人性都是贪婪的 我们会经常注册免费试用 然后在试用期到期时未能取消 这些东西被放在自动转账上 然后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在为你甚至不用的东西付钱 绝大多数商家 都在想方设法让你去自动续费 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是通过付费会员 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 提高产品的粘性 二是利用惰性和记性 赌用户不会取消 从而长期赚取费用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把用户的惰性放大 让用户的记性减少呢 第一 先发自然 把自动续费的选项 放在普通付费的前面 第二 效力尝到 用免费试用的优惠活动 吸引用户 第三 混水摸鱼 把首次优惠的信息尽可能放大 将原价续费的说明尽可能缩小 第四 瞒天过海 隐藏自动订阅的条款信息 并取消扣款提示 不知不觉间完成续费 当然最重要的是 尽可能的把关闭自动订阅的选项藏起来 最好不要放在APP里 想推定你就慢慢找吧 比如某拍照软件就被曝光过 订阅服务里只给三个选项 连续报年 连续报季 和连续报月 根本就不让你选普通的 同时 用气贴免费试用的宣传 又或你去点击 结果试用后直接给你续三个月 而且压根没有任何通知 很显然在自动订阅的套路上 商家可是精通36G的 即使你克服了惑性和记性 研究了各种应对攻略 想推定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要每月仔细检查 你的手机和信用卡账单 取消任何你不使用的项目或服务费用 很可能你花的钱比应该付的还要多 如果你每个月的通话时间 和上网数据都没用完 不妨换个更便宜的计划 仔细研究电信公司的各个计划 根据你的需求 选取最合适的计划 消费是不会让你返平的 但是乱投资一定会让你返平 有很多人开始有点闲钱时 5万 10万 他们就开始手痒了 想着要把钱放在一些地方 寻找刺激 很想把钱尽快全部投入股市 或者听朋友说的一些高回报的项目 想要快速达到钱生钱 我告诉你 只要投资回报率能超过10%的 你一定要谨慎 你盯着人家的利息 人家盯着你的本金 盲目投资是消灭财富最快的一种方式 你把钱投给别人 这件事合理合法 你到警察局 说有人诈骗我了 我的钱50万没了 不好意思 你是追不回来的 因为这个不叫诈骗 这是合理合法消灭你财富的一种方式 你的财富不在你手里了 转移到别人的口袋里了 合理合法 这也通常发生在股市 这就是资本家和韭菜的对弈 巴菲特曾说过 风险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股神还说过 永远不要投资于你无法理解的企业 有两种人容易投资失败 一 跟风投资 一些人找对了最好的时间点 跟最领先的那部分人去做事情 结果容易赚钱 但是对于后知后觉的人群而言 跟风投资失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最典型的莫过于2007年的股市 市场最后达到顶峰前吸引的那般散户 大部分就是属于跟风而进入股市投资 结果很多最后都亏得比较惨 2.盲目投资 所谓盲目 指的是在介入一项投资前 并没有做好相关的功课 有了甚至连财务数据和投资原理都搞不清楚就投资 所以也容易失败 千万不要听一夜暴富的这种故事 有个概念叫幸存者偏差 所以不要相信 几乎没有 有也不会到你身上 就算你这次赢了 只要你不收手 你就会有输的一天 不学习投资 就和赌博没有区别 这是我们在投资里头一定要纠正的一个观念 如果你目前对投资没有概念 那你就先把钱放在定存 或者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 不要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 你的钱就是靠运气赚回来的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YouTube赚钱精华课 可以守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研究显示 我们100个人里面 有97个人口腔是或多或少有问题的 假如把看牙笔做物品 当牙齿出现小黑点 一只口红没了 当牙齿怕冷怕酸 上千块的手机没了 当细菌侵入牙髓 已经开始祸害牙神经组织 痛到哭天喊地 此时你痛失一台电脑 等有些牙齿完全坏掉后 走到这一步 你就要和它分手了 分手费还很贵的那种 一个月工资都不够 如果需要种牙 可能就需要你三个月的工资了 这几个小习惯 让你轻松省下看牙的钱 第一 早晚刷牙 我们要用轻柔的方式 用巴士刷牙法进行刷牙 时间要足够 不要横向的拉锯式的刷牙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避免牙齿的损伤 第二 每天用牙线 牙缝刷清理牙缝 不要再用牙签 因为牙线会把牙齿的牙缝 搓得越来越大 还会损伤牙龈 牙缝清理好后 口气也会变得更清新 而且牙刷刷毛有一定的厚度和间隙 很难清洗到牙缝的黑三角 第三 饭后一定要刷牙或者漱口 把残存在口腔里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 细菌才没有机会在牙齿上滋生 否则的话 牙齿很容易住 第四 不要用牙齿咬太硬的食物 比如用牙齿开瓶盖 后牙啃骨头等等 真的不要再这样做了 否则的话 牙齿很容易裂开 第五 要及时的看牙医 最好是每半年或者是一年洗一次牙 清理牙齿上的牙结实 预防牙周疾病 这样我们的牙齿才能够更加的健康 可以省下不少的看牙费用哦 著名的牙科博士曾经说过 清洁口腔 30%靠牙膏 70%靠牙刷 而电动牙刷 效率更高 清洁效果更明显 电动牙刷刷两分钟 等于手动刷牙五分钟 近二十年来 有27项相关研究发现 使用三个月后 用电动牙刷则 比手动牙刷则牙菌斑少21% 牙银年少11% 所以如果有预算的话 可以尝试使用电动牙刷哦 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 灾难不需要你操心 地球不需要你拯救 需要拯救的那个人是你自己 不会省钱的人 永远活得比他人更累 沙士比尔有句名言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否则你会人财两空 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借来的钱会使你忘了请柬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 有那么多借钱不还的人呢? 因为那不是借钱 那是骗钱 而且成本非常低 甚至说没有成本 因为像这种事情 你去报警也没有用 一般都会被认定为是经济纠纷 不予以立案 那么你去起诉的话 不好意思 这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而且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作用 甚至很多借钱给别人的人 连对方的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都不知道 到后来人也联系不上 找不到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理解成是借钱 这是熟人之间的诈骗行为 为什么很多人宁愿跟熟人借 也不愿意跟银行借 或者小贷公司借呢? 因为跟这些机构借 那是真的必须要还的 银行还可以起诉他 让他坐牢都有可能 唯有普通人奈何不了他 找你借钱的人 生活可能过得比你还滋润 你见过谁家吃不饱 穿不暖的 你为什么还借他钱? 你信不信你到他家去? 他的生活品质比你高得多 有些人花钱的欲望 大过了他赚钱的能力 这种人绝对不靠谱 帮他 就是在给自己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当这种人来找你借钱的时候 要么你就不借 在当下给他撕破脸 要么你借了他以后 你就不打算问他要了 你不要指望他还 他不会还你的 有朝一日 只要你一开口去找他要钱 那就是你们俩撕破脸的时候 他比个普通人可仇恨你多了 他希望你好 但不希望你比他好 尤其是你帮助过的人 不一定感谢你 有可能是撕咬你最狠的那个 他们的身上都有个特点 高不成 低不救 什么事在他眼里都是小活 只能赚小钱 就天天想着一夜暴富干大事 从来不愿脚踏实地把钱赚了 不要轻易借钱给任何人 站着借出去的钱 归着也要不回来 看透人性的商人说 无论借钱给谁 你都等于掏钱买了个敌人 遇到借钱还能对你幸存感激 且知道欠你一份人情的聪明人 时代太少了 不要做感情与金钱借私的笨蛋 在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越来越重视人脉 重视社交 即使自己没钱 或者在公司还没有混得很开的时候 也要经常主动去请同事 领导吃饭 可是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 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家也不会记得你的好 甚至还可能给人留下负面的印象 有的人爱请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吃饭 感觉既拉近了感情 还显得自己有面子 但他不知道 即使你请的次数再多 都不可能融入一个圈子 不要去讨好富人 人家压根就不缺一顿饭 除非你有利用价值 否则根本行不通 在这个开眼就需要钱的时代 努力搞钱才是王道 毕竟医院可能会救个坏人 但是不会去救一个穷人 这就是现实 大多时候 你能请来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人 这个请客没意义 这些人 能提供给你的帮助往往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你们的见识 阅历 能力都相差不会太多 人们不会因为你请吃饭 而和你关系更好 那种真正能为你提供帮助 全心全意助你一臂之力的交情 需要你长久的经营 长期的投入时间 精力 和感情 这样这种交情才是有意义的 才是能帮助到你的 所以社会地位低的时候 不要过多的请客吃饭 因为那些没有用 其实想要改变命运 攀升社会阶层 人脉这些东西 不过是个附属品 真正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你自己的能力 见识 认知水平 这些能确保你成功的下限 而人脉这些东西 会拓展你的上限 但那个下限 才是真正决定你过得怎么样的标准 所以踏踏实实地工作 认真地提升自己 等你变得具有社交价值的时候 别人自然会来找你 如果真的需要请客吃饭 不要一请就是一大群人 这样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 因为人多了 就变成不是你的人情了 所以每次只请一个人吃饭 这样别人才会跟你交信 也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你们看过最夸张的纸杂纪品 有比这些夸张吗 竟然还有坦克纸杂 难道是要去攻打阎罗王吗 孝子床前一碗水 生过坟前万堆灰 清明烧纸千万丈 不如生前一碗汤 店娘在世你不孝 坟前哭喊没必要 你用孝心对活着的父母 你做到了后养 你把老人葬在哪里 哪里的风水都好 烧纸的意义 是专心想念的人在那头受穷吃苦 因为生前实在是过得太穷 太累 太苦了 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 明知道他吃不到 也喝不到 可每次上坟 都要带上他生前最爱吃的零食 糕点 似乎这样我们的心里就能好一些 生前无法尽孝 死后也只能这样弥补心里的遗憾和愧疚了 正所谓千里烧香拜佛堂 不如在家笑爹娘 父母在世的时候 就多回家看看他们 陪伴他们 生前不孝顺 死后烧再多也是等于零 你有听过为自己烧纸钱的吗 有一些人 他们每年清明都会给自己烧点纸钱 说是提前给自己存点钱 免得到下面的时候手投紧 输在起跑线上了 没想到 下辈子都已经内卷到这种程度了 试想想 假如要是鬼用纸钱的话 西方人没有烧纸钱的 是不是那些鬼都变成穷鬼了 都没有钱用了 除了明币以外 大家想送的还有更多 有媒体报道过 平静清明时 不仅只扎医生 高尔夫球场应有尽有 甚至连纸扎尾哥 纸扎安全套也有售卖 有些人一边烧着纸钱 一边仔细想 一次性给银监送那么多钱 特别是明币的面子越来越大 会不会导致地下通货膨胀 实际上 与其担心祖宗因为通货膨胀 没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 杨间的通货膨胀 每一次清明节 生计 死计 都要大事祭拜 负担并不轻 我们要理智想想 这些真的是他们需要的 还是是我们一厢情愿 想要买给他们的 烧纸钱这件事 已经刻在了华人的DNA里 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的 死亡不是永别 忘记才是 再清明 好好思念他们 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们烧的不是纸 是对亲人的思念 是情感最真实的表达 是对亲人的不舍 也是我们的一点精神寄托 所以事上的烧纸钱 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烧纸 可以到坟头扣几个头 上一只箱 不需要太隆重 他们也不希望我们 为了他们太浪费部张 现在的年轻人 宁愿养宠物也不肯生小孩 对自己扣扣收收 生病都不敢去医院 但给妈妈狗狗花几钱来 那是绝对不手软 数据显示 养宠物的人 皮布养宠物的人 一年多花好几万 当代的年轻人收入不稳定 连自己都养不好 很有底气养小孩 数据显示 养孩子到18岁平均成本 近7万美金 养到大学毕业近9万美金 养孩子成本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人加入养宠大军 不需要花过多的心思 还能享受到宠物带来的情绪价值 甚至萌生了和宠物过一辈子的想法 这种趋势也促进了宠物经济以飞快的速度崛起 但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孩子才是四脚吞金兽 其实宠物也是迷你版的吞金兽 就拿养猫来说 除了每个月一包几百块的进口猫粮 天天还要猫条 猫草 猫沙 猫罐头 小鱼干 圣海鱼油 维生素 猫的各种小玩具等等 还要整个猫房 这还没算日常护理 疫苗 生病支出等等 每月的养宠基本开销就占据了 大部分年轻人公司的四分之一 但面对这么高昂的养护费用 禅使官们依旧心甘情愿的为其买单 真是应了那句话 千金难买我愿意 他们说养条狗跟养个孩子一样 费神 费钱 和费力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你以为只是买条狗而已 谁知道他们还没有到家 狗龙 狗窝 狗粮 狗盆 狗神先到家了 到家后才发现 这些远远不够的 奶粉 鱼油 钙片 维生素 衣服 裙子 剪毛刀 沐浴露 护毛素 爆毛粉 和益生菌 你以为这些就够了 不 还需要黏毛剂 吸尘器 空气清新剂 营养膏 磨牙棒 火长腿等等各种零食 还要打疫苗 做绝育 看医生等等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只要跟宠物挂上边的东西 它就会贵上几倍 有些人会发现 只有第一天宠物到你家时 给你带来了快乐和开心 但越往后 它让你越焦虑 让你越穷困潦倒 所以在你养宠物前 请依据你的经济状况来慎重考虑 它们可不是个毛绒玩具 它们也是一个个先活生命 需要吃喝拉萨 都需要花钱的 你见过最美用的节点是什么 一些网友说 我爸为了省电费 关了WiFi 结果手机流量用超过了200多 现在想想 这200块钱都够开几个月的WiFi了 有一次我们搬家 搬家公司说要250 舍不得 后来请朋友帮忙 结果最后请吃饭花了400多 到现在还觉得欠别人一个人情 和朋友开车去商场逛街 商场停车费要3块钱一个小时 觉得太贵 就停在靠商场的路边了 逛了3个小时 回来后发现被罚了100 现在想想 就算停在停车场3个小时 才需要10块钱 为了省钱 走路回家 天气太热 所以去店里买了很多雪糕 但怕雪糕融化 最后还是打车回家了 还买了一堆雪糕和流了一身汗 水果仙虫坏的吃 吃完了以后 新鲜的也坏了 然后又开始吃坏的 一直恶性循环 就没吃过好的 食品过去了 舍不得扔 结果吃坏了身体 又把自己送进医院了 舍不得花的钱 会以另一种方式花掉 而且还会花得更多 所以要理智花钱 更要理智省钱 感谢加入会员的小米们 还没加入的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观看会员专属影片